有200多年历史的坛子坛水亭主寺观世音菩萨 是地方的重要信仰中心 农历2月19日是观音骂佛誕 庙方提前热闹庆祝 动员志工一起搓汤圆让大家吃平安 也展示陪伴庙方200多年的圣角 有大有小有的圣志还有缺角 可见观音骂汉信众的情感 因疫情首度进行药师佛灯点灯 并且结合直角活动 五台电视大奖 其中两台被一对父子抱回超幸运 在观世音菩萨的见证下 信众一字排开进行直角大赛 五台58寸的电视 以及一组竹头角奖项 吸引了近千人来世手气 前程的信众继阿嬷就连续值出了八杯 与另一位信众 同场获得最高杯数 还有一对父子党是分别拿下了七杯及六杯 一家就抱回了两台电视 大家都只过好幸运 有两百多年历史的潭水亭 这一天同时也展示 庙方花了不少时间与心力 所整理出了圣角 树石族的圣角陪伴了庙宇及信众 走过了许多珍贵岁月 这回一次公开 以前的碑大部分都是用木头做的 现在的碑这几十年来 就是慢慢发展竹头碑 因为说竹它的竹底底底底底底 就是道德的意思 所以说后来就改用竹头 有的碑就是已经拨到 已经都没有那个角了 都变成圆形了 代表说这个已经用了很多很久了 已经很久了 已经算是有很长的历史了 这样子的活动 让大家就能够更深入的 社会教化大家幸福 现在第一季已经达到87% 第二季达到84% 第三季也都达到45%了 这个第一季第二季是全国最高的 但是我们市府还要继续努 因应疫情信众都期盼可以祈求健康增幅寿 庙方也首度点亮钥匙佛灯 也结合了直角大赛跟大家一起同乐 并同庆能力2月19号的万一妈佛弹 庙方也动结了志工搓汤圈 让大家讲平安 庙里庙外都热热闹闹 记住你家话台中才放到